76天封城日子結束 滯留在武漢的人 很多都在這幾天走 雖然政府說疫情受控 但仍然有人擔心 會不會有很多無症狀患者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銀山 接受我們訪問時說 內地核酸測試嚴格 要陰性才能走 我不覺得有很多 而且如果有很多 早就周圍傳播 因為它有一定的傳染性 中國現在 按這樣嚴格的群組 我看法即使有傳播 不會有第二波的爆發 不會有 案例恥於中國 再蔓延去到全球 三個多月 全球幾萬人死亡 鍾南山一直跟進疫情發展 他看不看到這場惡夢 幾時遠 沒有人可以估計 他會到什麼時候就結束 現在外國在爆發 在很高的情況下 徘徊 現在看樣子還沒有降落下來 大陸和香港這邊 和那邊有很大的區別 甚至他們是第一波 我們應該是一個 進到第二波這樣的階段 所以現在控制到這個程度 應該是一個很珍惜的 我就注意到香港 應該最近一個多星期 兩個星期 每天的 這個得病的人數增加了 但是絕大多數是輸入的 所以現在都是不要放鬆警惕 他說全球疫情 去不去到終點 就取決於病毒的特點 和政府的干預 有線理事記者 陳志榮報導 而各省市再多42個人確診 累計超過81900人確診 新增個案 其中38宗是境外輸入 其餘4宗是本土病例 包括廣東和黑龍江的個案 另外各省市 無症狀感染者的數字 增加47宗